距离美国宣布的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,禁令实施的日子11月4日越来越近了,可是伊朗的石油还在稳定的生产销售,虽然伊朗石油差量,因为欧洲撤资出现了下降,但在中俄等国的大力支持下稳定了下来,毫无疑问,美国在11月4日,实现伊朗石油零出口的目标是不可能了,预期到时候遭遇尴尬, 还不如现在主动释放妥协信号,也好给自己台阶下,美国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开始透露认输信号了,大金社9月22日透露,美国开始为下一步,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想应对办法,重点研究或缅名单,也就是说美国要放弃当初让伊朗石油一滴也迈不出的警告了,主动认输妥协了,当初,美国宣布制裁 伊朗,并且高调警告11月4日之前,所有的国家必须停止伊朗石油进口,并且不能有任何国家例外,现在美国主动研究对部分国家实施豁免,显然是为了避免到时候面临与世界为敌的尴尬。 当然,美国此举也是一种自我打脸,因为当初美国非常强硬,宣称没有任何国家能获得豁免,军事专家指出,美国虽然很疯狂,但是今日之美国早已不是巅峰时期的美国,今日之中国也早已不是百年前那个任人在割的救中国。 虽然特朗普想借助霸权,号令天下,可是如今的美国已经没有号令天下的绝对实力。 伊朗石油问题是美国号令天下的一次失败,美国的主动妥协认输,是中俄联合抗击的结果,也是中俄日欧印的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中俄坚定支持伊朗,美国主动妥协,宣布指定获养名单,其实也是挽回颜面的一种做法。 近期特朗普故意激起民粹让美国与中国为敌,其实就是犯了大错,如今美国内部开始乱了,开始撕裂了,索罗斯直接向特朗普踏台了,我们也迎来了最好的机遇。 这个时候确实应该更加的坚定自己,绝对不能再有任何妥协的幻想,必须坚定的战志了,坚定中国立场,中国利益,在美国的大半威胁,在美国威胁禁止购买伊朗石油时。 当美国气势汹汹汹时,也是中华民族就一次面临强敌挑衅,反中国权之时,在这样的时刻,一些人开始鼓吹所谓的曲线救国,崩溃论,韬光养晦论,投名状论等投降理论。 甚至有部分极端的欺美者,为美者高呼,我们都不过美国,屈服吧,还有人不但极力鼓吹向美国投降,甚至说现在向美国妥协是代价最小的时候,现在投降的好处是无需跪着,站着举起双手即可。 将来投降,不但要跪着,还必须跪自标准,否则,矮打更惨。 听到这些投降论教,我真的很痛心,投降妥协并不能解决问题,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富化,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这个道理。 在中华民族受到挑衅时,我们必须挺之己量绝不心事宁人,委屈求全,更不萎缩退让,束手待毕,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。 大敌当前,团结欲无,众志成成,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 投降只会助长敌人的野心,张大其为好,虽然这些主张投降,折打着理性爱国的旗号,但确实是非常危险的。 中华民族历史上未强低,入侵的是,几千年来未曾断绝过,将来也必定还会出现。 但是,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,不间断靠的是勤劳智慧,靠的是犯我中华者最远地书的霸气,靠的是马格果是欲血疆场,从容父子铁血难,绝对不是靠所谓的投降求存而发展到现在的。 投降并不能阻止屠杀,投降并不能赢得怜民。 所以大敌当前投降论单修宜,我们必须齐致鲜明坚决反对投降主义。 振奋,中俄赢了,美主动在伊朗自由问题上妥协,大敌当前者无妥协二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